腦震盪一般來說 我之前的體驗應該是要持續差不多兩禮拜 就大概有點像神秘腦汁 像個豆花 黃來黃去 他會感受到 那一塊皮膚組是 是一定是害死的 所以本來那一塊就不會長出來 我後來 從一個目擊證人的口中得知 他是用我的手機敲我的 證據到哪裡 我們就辦到哪裡 他媽自己不去搜集證據 當然是說證據辦到哪裡 就辦到哪裡啊 XX啊咧 我們有超派鐵拳 不要講出讓人這麼惱羞 這麼丟臉的垃圾話啦 什麼超派鐵拳 我超你XX 超派鐵拳 我不要我 然後一個 警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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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打 警察來了 還在打 警察來了 他還沒有接手 我來先找到 收 收 在這邊 連身都沒有收耶 你怎麼知道這些人身上沒有槍 沒有刀 沒有毒品啊 靠XX 搞不好他是吸了毒 才打我的啊 他們是全部人 圍著我 哎呀 鋼仔 你來吃標台啊 這人們 啊啊啊 這鋼仔就來吃我們 很難吃是不是 很難吃你不要來啊 我的東西怎麼可能會難吃 我的主廚二三十年級 我東西都用最好的 用一個垃圾塑料盤 旁邊呢 擺滿了垃圾 手上呢 拌飯的時候 手上還會帶一堆東西 這些繩子啊 全部都是細菌 對老鼠來說 你的東西非常好吃啊 能夠理解 黃白哥抱抱Toy's Pool 雙口近況 皮膚永遠壞死 控節不短 要抄隔絕一翼或淡挑 什麼時候會高到死 你又不是說我告這個死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合警的話有兩個條件 這個是捐贈你到這個 讓他自己會跟我合作的這個後面相同 另外就是跟我打一場 這次也太三年了 真的當下五五到十六想要套手 唯一恐懼的可能是他們拿槍出來 是Toy's劉偉健說超哥黃國超餐廳 醋飯難吃遭處死刑死裡逃生 警方啊 立即將 黃信民眾啊 逮捕自所偵辦 打案去派出所所所長霍建源 以私人帳號捍衛自己警責 調查出圍觀男女 只有1人動手 沒有其他人時報 所以說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 Toy's 槍根本沒有搜證啊 證據到哪裡我們就辦到哪裡 他媽自己不去搜集證據 但是你說證據辦到哪裡就辦到哪裡啊 你X你啊勒 我以後 警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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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打 還在打 他們還沒有領受 好 現在不要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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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假設 這位 黃柏超 他是有持有這個凶器的話 你們也沒有壓制他 但他把凶器丟掉不就完事了嗎 我昨天去其他醫院 我要去拆線 結果他說我的傷口還沒有癒合好 拳頭能夠打出這種傷口嗎 有這個警方高層的岳父啊 就是香 就是香的不得了 上去就泡泡茶 一起喝個茶 再找所長出來幫忙背個書 哎呀沒有其他人在打啦 有超派鐵拳 講了什麼超派鐵拳 X的人都打不到 他不是靠著龐佩奧狐啊 他X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這麼久 他X也就 我還可以出來講話 他的同分層絕對 絕絕對對 是那種 社會上可能混了好幾十年 沒有半點他X成就的人 然後看到超派 哇 很多錢 你知道嗎 好帥喔 又開豪車 哇 現在又可以揍人 他X的 我也想要跟這個黃柏超一樣 我也要有權 有勢 我相信你 應該是你家裡最丟臉的那個人 你家以你為齒 你知道嗎 他就是家裡太過於優秀 他再也無法超越他自己家庭的時候 他就會演變出這種 極端的武裝性格 他非常的自戀 但是他實際上 他內心 他在他家族裡面是自卑的 所以他洗腦自己 我可以透過當八加九 當一個兄弟 來取得家裡無法提供的成就感 家裡看不起他 但是兄弟人也沒把他當一回事 單純把他當一件事一樣 就是個腦殘 欸 這邊有錢耶 弄他 那稱兄道弟 就搞定了 這個超派人生啊 就是黃柏超弄出來的阿凡達 打人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黃柏超這個人是極度自卑的 他需要弄一個阿凡達 也就是超派人生出來 去滿足 去保護黃柏超 這張牧山里娛樂新聞 看來被保護得很好的人報導